朱连玉木新篇章 赵乐斯与刘宇宁携手在启航 由赵乐斯 刘宇宁 唐小天主演朱连玉木在端午节这天首发剧赵物料 人物海报来袭 这是赵乐斯和刘宇宁的二搭 这次的剧中两人又将产生怎样的情感激动呢 朱连玉木讲述的是一个叫端午的采猪少女一路逃亡 发现身世之谜 卷入复船离局 遭遇至亲死亡 然后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敢 最终成为一代女伤人的故事 照看故事的设定颇有经年 热钩剧西花纸的感觉 都是讲述的女性觉得崛起 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让自己活得更好 并且带领身边的人一起有了更好的出路 因为赵乐斯饰演的女主教端午 所以朱连玉木选在端午节这一天发布剧照呢 同样的女伤人的题材 期待一下赵乐斯带给观众剧中的端午 赵乐斯 一位在古装剧中展露头角的实力派演员 他凭借精湛的演技和不断突破自我的勇气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此次在朱连玉木中 他对自己的身材管理更为严格 力求将角色的形象塑造得更为一体生动 而刘宇宁 作为与赵乐斯默契十足的搭档 他们的再次合作无疑将为我们呈现更多精彩的对手戏 在这部剧中 赵乐斯将挑战一个在历史洪流中挣扎求生的女性角色 他不仅要面对山海的波鬼云爵 还要在情感的交阁中寻找自我 每一个场景 每一个冲突 都将成为他成长的村话剂 让他在演绎的道路上更加坚定 而水下镜头的拍摄更是展现了赵乐斯的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 让人对这部剧充满了期待 朱连玉木不仅是一部古装剧 更是一部展现人性 情感和成长的立作 赵乐斯和刘雨宁的默契搭档 将为我们呈现更多精彩的表演 让我们一起期待这部作品的上线 共同见证他们在演绎道路上的新篇章 刘雨宁在剧中饰演燕自金 是一位西日珠宝商人 在行商的途中与女主相逢 剧照编发很有抑郁特色 两人一搭长歌行CP让网友们嗑了很久 现在二代又来了 你觉得两人还有CP感吗 从剧中的角色设定来看 这次赵乐斯将演绎一个跟之前角色完全不同的风格 也会不同的造型出场 看来这次的转变是比较大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